清静的小甘露 低消众生的心 化成慈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清静的小甘露 低消众生的心 化成清静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我们开始学习 《大方广佛华言经》 普贤菩萨很远品 大家一起来念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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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各位知道 《华言经》是目前我们地球人类最长的一部佛经典 也是佛在菩提树下大悟成佛以后宣讲的第一部经典 这里边就会有一些疑问 因为佛在这部经典当中 把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法门 其实已经全部讲过了 为什么后来又宣说那么多的经典 因为当时佛在菩提树下大悟成佛以后 感觉到啊度化众生太难了 众生呢业障深重 不愿意学佛 不想成佛 因为成佛太难太久远 这时候呢 天地师师体还阴 下来请法 说你不能忘了 你成佛之前发的度众生的大愿 佛说没有人请法 所以我就不用讲 尸体还阴说我来请法 因此呢 佛就和尸体还阴一起到天上去讲华严经 所以这部经典呢不是在人间讲的 因为人间当时没有人听啊 连五比修都没有啊 一个佛教徒没有啊 所以呢 由于天人的寿命很长 天上有很多过去随学的菩萨 因此呢 他们能够听得懂啊 因为 先佛后佛说的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以前 天人们听到的诸佛的经典 和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典都是一样的 然后啊 佛考虑怎么样能够方便度世人解脱和成佛 因此把统一的这个叫点呢 分为三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呢 叫初转法轮 先讲解脱道的经典 二转法轮呢 讲大圣般若总相制的经典 三转法轮呢 再讲大圣般若别相制的经典 这样的话通过三转法轮 就把一开始在华言经里边讲的内容 就全部讲完 讲完以后佛在人间弘法的任务就完成 因为该讲的东西全部讲完了 然后视线涅槃 这是大家的第一个疑惑 因为看到华言经的境界啊 很多地方不像人间的境界 所以会有这些疑问 其实那个经典本来也不是在人间讲的 是对天人说的 另外一个疑问呢 佛当时在菩提树下打坐 身体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地方 怎么说上天了 成佛以后佛有千百亿化身呢 留一个在树下打坐没关系了 这个非常好理解 那还有降伏摩军呢 还有等等事情呢 那个也都是视线的 那么华言经到底讲了多长时间 释迦摩尼佛在树下打坐到底多长时间 有的人就一定要追问这个具体时间是多少 因为经典里面说法不一样 有的说七天有的说四十九天 其实这个时间长短 对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时间是假象的 时间有弹性可以伸缩 爱因斯坦用科学的方法已经证明这一点 时间不是固定 所以七天和四十九天 这个事情没有关系 也可以是七天也可以是四十九天 问题是当时在树下打坐成佛以后 到底究竟怎么样来度众生 因此在地上讲经实际上是从阿含经开始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四阿含经典 长阿含中阿含 杂阿含增一阿含一共四部 小圣的经典就只有这么多 再没有了全部就概括在这里面 阿含经讲完以后 这个历史很长 讲了大约二十二年 可见从小圣到大圣成熟的这个过程 是需要很长的 要建立大家对大圣佛法的信心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即使如此 一些定性升文 还是不能回小向大 不愿意学习大圣佛法 所以到了最后一个识 那是武师说法呀 最后一个识 法华涅槃识 讲法华经的时候 还是有五千比丘不想听啊 所以要离开 华涅经里面讲 有一位善才童子 五师三餐 其中所参的一位善知识 就是普贤菩萨 是他所参的最后一位菩萨 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呢 是华涅经的最后一品 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到最后说 其实前面也不是没有讲 但是到最后嘛 要进行总结 因为这个十大愿王太重要了 人发起大愿才能成佛 因此叫大愿成佛 愿小了就不能成佛 不发愿更不可能成佛 乃至于要是不发愿 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单纯念佛不行 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要去的话 最多最多是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移成 在那里五百世不能见佛 在那里再慢慢地培养善根 培养好了 发了愿了 要成佛了 进入大圣佛法 好 那个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极乐世界 进了世界以后 进了极乐世界 莲花还不会打开 要再修不知道多久 莲花才会打开 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并不是去了那里莲花就开了 莲花打开呢 九品莲花 只有一个是莲花就是开的 那就是上品上升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呢 经典里边讲 上品上升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做莲花去的 因为莲花已经打开了 不需要了 做的是金刚台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 证得了 人人都共有的 永远不会坏的这个金刚本心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只在一刹那 马上就见阿弥陀佛了 因为花是打开的 花开见佛 花花早就是打开的 当然就立刻见佛 所以上品上升的菩萨 到了极乐世界 马上听进文法 而且很快的能够正得无声法人 也就是说很快的就能够登出地 登了出地以后很快的能够进修 那如果正到三地的时候 要修神通啊 三地满心神通俱足 那个时候要回来的话 也没有歌音之名 小神通已经都俱足了 如果你正到八地菩萨 那回来以后呢 神通广大 那有远远超胜于三地菩萨 因为三地菩萨分断生死的烦恼 流霍润生的一点点烦恼 还是没有去掉 回来以后消 但是这一点不敢消掉了 八地菩萨则不然呢 八地菩萨的话 这些都已经消掉了 那说在极乐世界怎么能消呢 其实八地菩萨即使在极乐世界 他同时可以回到苏婆世界 和到其他十方世界 然后随缘呢去消过去的就业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极乐世界那个菩萨来了苏婆世界 那极乐世界那个菩萨不在了 没有这回事啊 那叫什么神通啊 比如说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既在极乐世界 也在苏婆世界 在苏婆世界呢 帮助本师释迦牟尼佛 弘扬佛法 也帮助阿弥陀佛 经营有缘的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同时观音菩萨也在极乐世界 甚至可能也在 要是佛的流离世界 在其他佛的世界 也在他自己的世界 他是视现佛神说法 释迦牟尼佛在苏婆世界 同时化现菩萨在别的世界 帮助别的佛度众生 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 以佛身出现 其他的佛要来到这里 只是短的时间 一接触以后就会离开 因为不需要两尊佛 同时在一个世界弘扬佛法 一尊佛就够 因为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没有佛 所以在苏婆世界成了佛的众生 不会继续留在苏婆世界 他到别的世界 到自己建立的那个国土 去度化众生 所以《华言经》里面 会描述种种不可思议的 诸佛境界 诸大菩萨的境界 我们现在来看经文 二十 普贤菩萨摩赫萨 称叹如来圣功得以 告诸菩萨及善才言 善男子 如来功德 假使师方一切诸佛 竟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及微尘数捷相聚言说 不可穷尽 若欲成就此功德门 应修十种广大行愿 何等为时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洁回向 我们先来说这一段 那个时候啊 普贤菩萨摩赫萨 就称赞如来的殊胜功德 称赞完了以后呢 就告诉菩萨及善才童子说 善男子 如来的功德啊 假使师方一切诸佛 那么多无量无边的诸佛 宣殊佛的功德呢 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即微尘数结 一个佛刹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由微尘构成的 像我们的茶杯啊桌子啊房子 都是由那些小分子小原子 小颗粒构成 把那些颗粒一个一个算 一个颗粒是一个结 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那么多的佛刹都是啊那里边的一些小颗粒 一个颗粒算一个结 无量的佛相续演说佛的功德 不可穷尽说不完 那么要想成就佛的这种功德 永远也说不完的无量的这种功德 应该怎么办 应该广修啊十种广大行愿 这个地方用的词是行愿 而不是单独说的愿 就是说要具体去行持啊 去实践这个愿 不是嘴上说说就算 下面呢就说了这十种 这个我们就不具体讲 因为后面会一条一条具体讲 看下面的经文 善才白眼大圣 云和理静乃至回向 普贤菩萨告善才言善男子 言理静诸佛者 所有尽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刹 及微臣数诸佛世尊 我以普贤行愿立故 身心信解如对目前 习以清净身与异业 常修理静 依依佛所 皆现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及微臣数神 依依神 便理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及微臣数佛 虚空界尽我理乃尽 以虚空界不可禁固 我此理静无有穷尽 如是乃至众生戒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恼尽 我理乃尽 而众生戒乃至烦恼 无有禁固 我此理静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无有匹验 这是第一 礼静诸佛 善才童子是华阴经的当机众 是一切学佛请经文法的一个代表 那普贤菩萨说完以后啊 善才童子就对普贤菩萨说 大圣 这个是对普贤菩萨的尊称 因为普贤菩萨视线的是等觉菩萨 好多大菩萨观音菩萨大师智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等等的 视线的都是等觉菩萨 也就是说还不是佛 还要再前进一步才是佛 那他就请法呀 那这十 这十大愿王具体从礼静诸佛到回向都是什么具体内容 下面呢普贤菩萨就一向一向具体说 那么后面读起来呢大家就知道 这个翻译的非常好 朗朗上口百都不焉 非常好听 它带有带有音乐性 当然里边呢就有一些重复的部分 重复的部分后面呢我们就不必重复讲 所以这一次我们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普贤菩萨就开始给善才童子具体解说 善男子所谓礼静诸佛是什么意思呢 诸佛无量无边 进法界虚空界 这是从空间来讲的 法界是什么意思 我们学经的时候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名词 虽然说佛法远离语言文字 但是实际上佛法也不会离开语言文字而去宣说 还是要利用这个有向的语言文字 使众生能够解了 我们往往听到法界这个词呢 会很欢喜很高兴也不知道为什么 法界呢 法界呢 法是什么呢 一切事情无不叫法 法涵盖一切 想到的没有想到的 说出来没有说出来的 有向的无向的 等等一切过去未来 通通通都叫法 大的小的都叫法 界呢 我们平常最粗浅的理解就是界线 这个法和那个法不同 所以有一个界线 好比说饭可以吃 笔可以写字 笔不能吃哦 饭不能写字啊 那你要是狡辩的话 你说拿出一粒米来 也可以在桌上写字 这不是常法的特殊情况 那你饿极了要吃笔也没有办法 你把它嚼碎了也可以咽下去 但是不是饭呢 那叫强词夺理 在我们这个世间 既然有一切法 那法法呢 它有区别有界限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 任何一个法 尤其是有违法 都有它自身的功能作用 好比说饭可以吃 因为可以 饱肚子 可以获取能量 笔呢 可以写字 可以表述我们内心的一些东西 每一个法 都有不同的功能作用 都有其界限 所以呢 第一个是界限 第二个功能作用 那么把这两点加起来 就叫界 也可以的叫做功能差别 也叫习气 也叫种子 它有很多名词 其中最简单的呢 一个字就是界 所以我们听到有十八界 那法界呢就是无量无边 因为有无量无边的法 当然有无量无边的功能作用 这些功能作用从哪里来的 从那个唯一的法界 没有分别的法界出来的 那个是 一个总的法界 其实呢已经没有界了 方便叫做界 那么获得这个法界的 总体的那个智慧 就叫法界 体性智 这个智啊 其实就是般若总相智 还没有达到别相智 别相智是对法界里边的 任何一个法 乃至细微到极点 没有不了达的 那个时候啊 这个智 就不叫法界体性智 法界总相智 而叫一切总智 就是佛的智慧 这是我们对法界解释一下 虚空界呢 虚空实际上啊 没有功能也没有作用 它不能叫界 但是既然按了一个界 那是甲利明言呢 来表达虚空这一个事物 我们拿起杯子来 虚空在什么地方呢 杯子的外面 色的边际 色法的边际 我们就把它叫做虚空 那么再拿出一个东西来 一个笔 那笔的外面 或者把笔打开以后里边是空的 啊 那个沿着色的边际 其余的部分 没有色法的那个部分 我们方便的把它叫做虚空 为什么说叫方便 因为其实那个不是什么也没有 大家都知道有空气啊 有人说那太空 地球以外大气层以外 没有空气了 没有空气还有其他物质 常物质无所不在啊 那很多的电波 很多的光线 无所不在了 不会没有物质 真正的那个所谓的人们 不是